你们第一天的功课就这样子 左手就是这样子 Domiso Do 就这样子 不要用这种 你会的是你的资产的 你会的就是你的 没有关系 但是我希望你养成一个习惯 就这样子 就这样子 手撑开 不要这样子 等于说自费武功 很多东西都没办法弹 就是这样子 手撑开 那Domiso Do 那手指撑开 这是一个右手 然后你们拍回去对不对 把这个指形拍回去 然后自己练一下 F是这样子 那有些人弹这样子 这不好 就是不是说不对 就是和弦就是音是对的 可是手指比较不好 要这样子 记住这样子 跨了几个 那没关系 你就回家就这样练 对着他练 这样练 就C F C F 这是左手 那同学一定会问说 这个左手怎么怎么搞的 左手怎么四个音 四个音 那是因为慈善还是三个音 还是三个音 只不过这只手重复 Domiso Do 四上还是三个音 那左手 基本上现在就是 都是以三和弦为主 三个音为主 右手啊 右手是这样的Domiso 那很多人弹这样子 对 我相信百分之九十人都这样弹 因为这样转F很好用 可是呢 因为你这个现在你要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说 这种指形的话 以前我也是这样弹 我发现不对啊 这个你在极心的时候 插音的时候 你这个F和弦 你的C和弦 这只手等于废在那边 太可惜了 因为这个 有一个月底上面常常讲 这个C和弦里面 F叫做Avoid note 不要弹啊 避免弹的音 那你这个音在极心的时候 你不要弹它的时候呢 你这个等于说 你这样子很难弹 你这个手 这边怎么办呢 这个小指在这边 所以你要养成这个 就改成这个样子 就要这样弹 Domiso OK Domiso 然后呢 这只手 以后你看海阔天空 对不对 8度也可以 7度也可以 7度也可以 很好弹啊 你如果这样的话 你完蛋了 你这后面就不能弹 所以说呢 你就改成 一定要改成这样子 Domiso OK 然后F和弦是 Domiso 你有人弹这样子啊 这样子 这样的话也是不一样 这两只手指挤在一起 对不对 那你这个浪费掉了 所以每个和弦都是有道理的 你要讲养成这个习惯 这样子 然后这边 这样弹的话 这边6度在这边 7度在这边 9度在这边 很好用 所以说一定要养成好习惯 好 在你们的功课呢 你先 左手右手分开练 左手先 C F C F C F F 就一直练它 然后左手练好了之后 再练右手 C F C F 最后呢 两只手合在一起 C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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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练它 这是你们的功课 然后呢 当然有些行动 像如果从来没碰过的人 他可能这个礼拜做不出来 没有关系啊 你就 三个礼拜嘛 那会的人 我相信很快 他回家就会了 回家就弹了 那下次来的时候 等你们会了 我就给你们同样的东西 你一定要把指心 一定要把心弄好 弄好以后呢 后面的话 一样画波罗 就这样下去 那你如果说这个不练的话 你就是想要这样弹的话 你就很累 然后再一手一手搬来搬去 都不及格 你就是不要急 就是这样 一定要好好练 每天回家就这样练 这样 OK 没有问题吧 有问题的话 可以请教一些 请教这个补票 补票 它可以解释 它因为它头脑还蛮清醒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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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